南旗吞拿游到加州,輻射全千里 以為釣到這些價值連城 但貧臨絕種的南旗吞拿魚就會發達 你以為,牠們分分鐘有輻射 紐約有科學家,發現了15條去年8月 由日本環越太平洋游到美國加州的年輕吞拿魚 全部驗出含有這兩種輻射物 當中的色134只會由核電廠和核武產生 所以可以肯定輻射魚是來自爆發核災的幅度 科學家相信,牠們原本含有的輻射量更高 只是因為游了9650公里,還剛才排走一部份的色 雖然牠們的整體含色量比同類的魚高了10倍 不過專家說都仍然屬於低水平,可以安全食用 今次的研究首次證實了,大魚遷採的時候 可以將輻射物帶到很遠的地方 研究員接下來就會追蹤海龜、鯊魚和海鳥 看看牠們會不會都有這個可能性 我們下一次的見面 看到牠們在10時 超級海鳥 超級海鳥